大家好,我是艾黑 欢迎来到小教师的教学 这教学内容会以基础为主 在转字色录 那我们这次开始吧 首先第一点 爬分的时间点 一个赛季为三个月 第一个月为赛季初 第二个月为赛季周 第三个月为赛季末 各人会比较推荐 赛季周来选择爬分 赛季初由于筹字关系 高分段的人会大幅度增加 接关者会难打的原因是有四黑的企划项 你想想四黑的四个跌期求生者 还是挺可怕的 赛季周是该爬的都爬上去一段时间 爬不上去的也卡一段时间 所以这分段相对来说会更稳定一些 跟赛季初级赛季末相比的话 赛季末则是大家会开始 列角色啊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法出来 甚至是要结束了 所以就是在乱玩 还有小号来霸凌接管的那一种 那再来是可忌的角色 这个赛季可忌的角色有 台探 祭司 天赛 胡斗商 祭司在团队配合方面会有头痛 像是地图 社稀医院 月亮和公园 胡锦村 除了地形上不好处理 还有 挂椅子的时候 选择会更加麻烦 先知 无距离上的限制 可以发指过半 拦截 及 恰致转点 能做的事情很多 所以非必要的期划下 基本上不会发出来 但可吃时间点 所以也考验到 求生者的配合度 台探 作为目前版本头头之翼的 接管者 啊不是 我是说求生者 在小地图或地形优势的地方 如鞠躬场 社稀医院等 在某些地点会 难以处理 但由于有 距离限制的因素 因此大地图上 不太担心 像是 月亮和公园 胡斗商 跟 开探一样 当这楼上有开探加古董商时 会是恶梦的开始 目前主要以这四只为主 除了先知以外 其他三只都是地形加距离上的限制 在记之前看一下地图 思考一下这张图最难 打的是哪两只 直接给他记下去 再来是主流技能选择 目前路头技能主要以 陕限为主 提示是 传送 陕限配合底牌 除了前期快速抓人之外 还能以 搭下企划来选择切换技能 比较适合现在的环境 当然会推荐 小地图带 但是 月亮和公园这种大地图 就会 比较推荐带传送了 同时 带陕限会建议你把祭司背掉 避免被大斗 强制带节奏 传送 适合用来打周期时间的扣场 带传送可以把祭司放出来 把 彩坦 骨斗祭掉 避免 依强制拉锯站 导致扣场失效 大碍于前期会比较偏 弱势 会需要自身能力强的路头来使用 叉眼 这版本不推荐带 属于保守洗手过半 只要没过半基本上就是皮局 是属于 我扎我打的风格 但 对于目前环境而言 大家都在打架 没人在跟你为我打下去 而且节奏又偏慢 好 那今天的教学就讲到这里 那我们下课 谢谢